我手上的是一张国产显卡 它不仅能玩主流游戏 流畅解码4K120帧视频 也能做一些简单的视频剪辑 而它的价格仅仅只需要399元 它就是摩尔线程的MTT S30 我其实早在2022年就接触到了摩尔线程 应该是全国第一批评测摩尔线程S80线卡的人 当时我对它的印象其实很不好 能玩的游戏屈指可数 适配的软件也是少得可怜 我想给它跑个分 结果只有十几年前的跑分软件能用 当时我感觉这个企业应该就是纯纯骗经费的 但后面摩尔线程的进步速度 狠狠地打了我的脸 不仅在一年内就实现了对DX11游戏的兼容 还适配了一些常用的生产力软件 甚至还被加入了美国的实体清单 获得了白宫认证 那么这款摩尔线程目前在售的最便宜的显卡 体验究竟如何呢 我是不想看待一层独州 这期视频给你答案 MTT S30的外观实在是法善可成 就是一张标准的亮机卡 接口方面也是标准的HDMI 2.0加VGA 最高可以输出4K60或者2K120的画面 很明显它就是为了办公而生的 我一到手就把它拆开了 可以看到它的核心就是摩尔线程自己的 具体参数和工艺制程都没有公布 只知道它的频率是1.3GHz 然后显存是三星的LPDDR4 2133MHz 4颗一G总共4G 未宽128bit 没有用国产的常新显存还是比较遗憾的 然后这个接口走的也是标准的PCIe 3.0x8 因为这是一张功耗只有40W的显卡 所以自然也不需要额外供电了 我觉得摩尔线程最厉害的一点在于 它是第一个敢于向Windows生态发起挑战的企业 其实之前也有很多国产显卡 但基本上只适配国产系统 受众群体也就是体制内的电脑 而摩尔线程就敢于做真正的消费级显卡 我把它买回来以后 就直接往我的那台Windows电脑上一插 然后直接官网上下个驱动就可以用了 和英伟达AMD的显卡没有任何区别 整个测试过程可能有些游戏会无法运行 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过恶性的崩溃和死机 作为一张国产显卡 它能够如此顺滑地融入Windows生态 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当然了 它也是支持国产系统的 目前市面上也就有3000多的纯国产电脑在卖了 我2022年第一次接触到摩尔线程的显卡的时候 我给它的评价是 硬件堆略很猛 但是由于软件驱动的拖累 所以它的实际表现远不如核显 基本就是不可用的状态 最搞笑的是 如果想要评测性能 居然只能跑3DMark 6 要知道这已经是15年前的软件了 而在仅仅过去一年多以后 现在这个最新版的摩尔线程驱动 就已经实现了对DX11 OpenGear和Voken等主流API的支持 这意味着不仅大部分的主流网游都是可以启动的了 而且很多跑分软件我们也是可以跑一跑的了 比如测试DX11性能的3DMark Fire Strike 我测试下来分数为2146分 这大概是什么水平呢 这大概是英文达的GT740的水平 这个成绩还是蛮让我意外的 因为它居然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了 要知道一张全新的GT740 4G 也就要300多块钱 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想要一张亮机卡的话 那么支持一下国产也不是不可以 至于温度和散热 去年我还不能用甜甜圈烤机 现在更新驱动以后我也可以烤一烤了 室温18度下 实测最高温度也就是47度 所以散热问题也是根本不用担心的 毕竟最大功耗也才40W 那么作为一张亮机卡定位的产品 它能不能应对主流的办公影音需求呢 答案是完全可以 就日常的文字办公的话 也基本用不到显卡 是纯熟看CPU的 所以根本不会有问题 至于影音方面 我测试了影视飓风的在线4K120帧样片 结果播放起来相当流畅 此时显卡的占用也达到了90%左右 看来它确实是有在工作的 然后我还在本地播放了一个4K60帧的游戏录像 结果也是可以流畅播放的 如果想要剪辑视频的话 那么国内比较流行的剪影专业版也是已经适配了 而且甚至可以用它这些AV1解码 这应该是目前限价比最高的AV1解码显卡了 应该说大部分人对于亮机卡的需求 它都是可以满足的 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 它到底能不能玩游戏呢 我的答案是 不完全能玩 但是进步已经很大的 我测试了几款主流的网游和几款3A大作 都开到1080P最低画质 实测英雄联盟对线平均015帧 CF运输船平均224帧 无畏契约平均133帧 这几款比较火的 不吃配置的游戏都是可以玩的了 摩尔先生在驱动里面也给了一个游戏适配表 里面有很多主流的网游和比较新的独立小游戏 这些游戏玩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不在表里的游戏呢 大部分就都不能玩了 但即便都不能玩 我其实还是蛮感动的 因为它们竟然能够启动了 我一年前测试摩尔先生的时候 只要是这个列表以外的游戏 基本都不能启动 更没说完了 而现在呢 竟然可以顺利打开 这对于国产显卡来说 就已经是从0到1的巨大飞跃了 更没说控制这样的3A大作 竟然可以在720P分辨率下 达到20帧到30帧左右 我现在对摩尔先生真的是刮目相看 谁也不能否认 他们现在很菜 但是谁也没法否认 他们真的很努力 在2023年 如果有人问我 摩尔先生的显卡值不值得买 那我肯定会说 它是一个很好看的手办 但千万别买来用 而在2024年的今天 这款399的MTT S30 我会说可以买 它已经基本可以用了 我现在每天打开电脑 基本上也就是上上网看看视频 打打英雄联盟 无为契约 那么这张卡 其实已经完全满足我的需求了 作为国内首个 敢于冲击消费市场的 国产显卡品牌 我觉得给它一些支持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也是有好处的 就好比采用长江存储颗粒的 国产硬盘 就真的给我们带来过 不少的实惠 虽然现在 整个存储市场的价格 都在上涨 但是采用长江颗粒的 国产固态 依然是价格最低的那一档 这就是为什么 硬件我们必须国产化 也必然国产化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 我就给大家推荐几套 适合大学生的小体积 低功耗 高性价比装机方案 让你在宿舍里面 也能站得个爽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彪显卡的 一彩克的乌州 希望能在下期视频里 与您相遇哦 拜拜